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星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 我学了个英文 韩国的女星是P-R-A-Y P-R-A-Y 为巴黎祈祷 但是她拼错了 拼成P-R-A-Y 亚洲人一般R和L是分不清 变成就说是为巴黎玩 然后好多人骂她 当然她就道歉 但是这个play 倒让我发生了一个平行的联想 你知道这次她的恐袭 多头进攻 她是靠什么来传递信息 法国的警方还没有确切 可是比利时的内政部长 已经很有把握的说 说他们之间的联系 是通过游戏机 PS4 Playstation 4 叫PS4 你知道就是说 这个比发电邮 比你什么弄个弄个微信 但是他们不玩微信 弄这些啊 保密性还高 因为监察少 就是他们 可能至少他们带着一台 PS4的游戏机 就网络游戏 你知道都在网络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发视频 而不是可以发烟频 可以发消息 可以发通知 可以发信息 还有我听说 因为你这个 我就我听说 因为我也没玩过 说他这个 他这个游戏里面 本来就可以模拟战争 什么什么的 你说那些话 你说我要干嘛 我要打人 我要是枪杀 人家以为你是游戏 就是游戏里面的话 对 还真的 这更有隐蔽性 都是比利时的某一个区嘛 他们后来现在 现在查出来 他查到查的蛮快的 就是说几次恐袭 欧洲的几次恐袭 都是跟比利时的 某一个区有关 为什么呢 就那个区住的是 比较就是 以斯兰 比利时 那些移民 一个穷的区 而比利时相对来说 是欧洲各国里边 控制反恐 最不利的一个 比利时收难民的条件 太优惠了 就不管你谁 就你来了以后 即便我不一定 我一定要收你 我先安排你去 海滨别墅住着 就然后他每一天 还给多少多少钱 所以好多人就来了 他不管啊 就来了 然后所以他这个漏洞 他这个就是给你的优惠最多 漏洞也是最大的 现在还有一个你说到 就是玩这个 就是这个电邮啊 对 这次就讲到说是 为什么这次情报部门 就是法国的情报部门 是个大失败吗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恐怖分子 他们叫做卧室恐怖分子 那个就是你睡觉的 这个卧室 卧室啊 就是那个bedroom terrorist 就是什么呢 他在他房间里玩 就上网 就玩电邮 你又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就他 比如说在 在那头 在叙利亚 或者什么地方的人 或者其他地方的人 要招募他们 就通过网络 通过游戏 跟他在对话 你外面的人 完全都不知道 那个法国的就是情报部门的人 就说嘛 说我们真的是 赶不上他们招募的 这个速度 而且他这一次 查出来的第一个 就是身份被验证的 那个就是自杀式袭击者啊 他的指纹 不在他们的 那个数据库里面 就这人是完全新的 你都根本不知道这个人 我正好那几天 我还在看那个007嘛 新的那个007 我也刚看 我还在想 以前你这种007 你就觉得你他一个人 特别精英的一个人 他总能找到那个坏蛋 在他要实施爆炸之前 你总能把他破坏 现在就是说 他找不到这个坏蛋 不是 我我还就真看了一下 当然出了这个事 确实是说 法国的这个情报 安全部门 这个应该太检讨了 你发生了查理周刊 这个这个事情 可是啊 另一方面 我看到一些材料 你就可以想见 为什么这个伊斯兰国 就ISIS 他在他的网上庆祝吗 庆祝 他把他这次袭击 成为奇迹 那么你知道 他实际上啊 这个法国 包括这全世界的 这种情报部门 咱们不知道的 他已经粉碎了很多 这个计划 就是你看咱们以为 哎 这次这计划 是策划了多少年 这家十年干一回 终于给干成了 不是这样的 他不定就有多少个恐怖图示 同时在策划 比如对伦敦 对罗马 这被这个安全部门挫败了的 你也咱就没有报道 咱们不知道 很多扼杀在这个筹划阶段的 那么你就想排山倒海一样的 对西方世界的这个恐怖袭击 他干成了一起 你得这么这个角度下理解就可怕 最新的说法是说下一个目标是伦敦 对啊 而且要针对女王的活动 另外一个说法是要用无人机袭击罗马 你说这 那女王只能靠007了 这个奇迹这个词啊 他就他就他为什么这样说 是在经书里面是有特定含义的 他不是说因为我脚 我侥幸成功 他是奇迹就是他他是按照经书所预言的 我实现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ISS他们现在说 有一个特别这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所预言的事情居然都实现 他自己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这个功成落就是功成略地啊 他说我要占哪个地方 我要占哪个地方 当然了这是他自己也可以去解释这个东西 他可能先占了 然后说我们根据这一段古兰经 他选一段 你也不知道他这个寻章斋具怎么样去解释吗 他说你看 所以我预测的事情我全做到了 所以这个是他到现在为止最吸引人的 所以呢 人家也说你打败他就要怎么样呢 把他这些东西就是他所预言的东西给打回去 你把他哪块核心地方你给他拿回来 或者怎么样能挫败他这种神话感 这个过去我在一些 就是有关这个写穆斯林生活的小说里啊 我就学到一个词 就他们讲究一个词叫钱定 钱其实就是就是说 哎这个预言早已经就命定了 命定比如就像他们相信的这个末日之战 哎具体时间地点 当时战况如何发展 是某种前定 就到时候你看啊奇迹发生了 真的就是预言实现了 你你看过他们自己策划的这个国家版图吗 就是那个伊斯兰国他认为他的版图到哪里吧 看过他没有 他大半个印度 包括中国的新疆 全是他的 哦 他这个阿里发 这个阿里发 阿里发 这个整个欧亚大陆啊 这大部分 就是过去阿拉伯帝国的这个土地 我刚才讲那个那个哈里发呢 就是什么 他叫政教合一 就是说我政治上是个元首 宗教上也是权威最高的 但现在在逊尼派世界里面 所有的国家元首 要么你是这个世袭的 是世俗的 要么是那个人民选举的 你不具备宗教权威 所以他是第一个声称 我恢复以前有宗教权威 其实呢 有一个谁已经给实现了呢 那个霍梅尼 在伊朗他有 是 但那个是什叶派的 就逊尼派不认嘛 他是什叶派的那个政教 而且现在也分开了 现在他的精神领袖跟总统是两回事 对他现在也分开了 对不对 伊朗现在常常事情 总统说的不算数 另外一个精神领袖 所以其实人类社会啊 过去一千年 争取的目标之一 就是政教分离 从欧洲开始 就是要把教会的权利 跟世俗的权利分开 就是就中国 很早就分开了 中国就是皇帝 跟孔子的儒教 一直是分离的 中间有有结合 每结合一次 就是很糟糕一次 所以我现在就看不懂啊 就人家以前讲一句 叫世界公敌啊 世界人民公敌啊 ISIS就全符合了 嗯 他在观念上 你看他提到法西斯主义 极端的宗教主义 政教合一 然后从地理政治来讲 他把大部分国家地都圈在他里边 对不对 他他搞搞搞这么大 你什么 现实中其实只有这样一点 不是那么多 现实中也不小 对 他现在站的地方啊 比那个叙利亚的政府 跟反政府军都大 他在叙利亚跟跟伊拉克中间 对不对 他我看那个地图是挺复杂的 他一块 然后阿萨德一块 库尔德是一块 伊拉克啊 这个反政府军一块 可是我的问题是 既然这么世界公敌了 为什么 北约美国到现在还不出手 从地面上去消灭他呢 那地面不对啊 据说 只有一个那个伊拉克 就是美国啊 这个就怕撤不出 抽身难啊 进去容易抽身难啊 因为美国有他的教训 就是越战的教训 伊拉克的教训 他怕弄不好 你这个 你就是上上一集 咱们还在说嘛 实际上这个事情 让这个西方人 现在开始反思 就是说 没弄清楚 过去没有弄清楚 这个ISIS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咱们自个都不太明白 都在说ISIS 他他他究竟是个怎么 而且包括这个里边 我刚才跟还跟易金请教呢 我说 哎 就是说 比如说叙利亚的这个局势 哎 他用去广州话来讲 叫叹瓜跟鱼呢 就是七国这么乱 比如说 我就跟他叫这个针 我说啊 11月13号 法国政府 奥朗德 宣布支持 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 好 这个 这个ISIS 在对巴黎开战 那么他们是反对 奥朗德支持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 他是反 不是 他是反对整个法国的生活方式 也是反对之前法国参与了北约的这个空袭 那么ISIS和叙利亚反对那个阿萨德 那个那个全名叫什么来着 巴萨尔 反对巴萨尔的那个反政府武装和这个ISIS 他们是对头的 那么他们是对头的 那ISIS是不是支持巴萨尔阿萨德的呢 也不是 也不是 巴萨尔阿萨德要不要打这个ISIS 他老这么说 他说我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打他们 你们把我拿走了 他们上来了 不更糟吗 他现在拿这个作为他存在的理由啊 我跟你讲 现在有其实很多 法国为什么不支持巴萨尔阿萨德 因为要支持反他的 因为一开始就要他下台了吗 那个就是美国西方不喜欢的一个政权 就像伊拉克以前萨达姆一样 他用毒气去毒他自己的人民吗 所以一早要他要下台了吗 刚才讲美国不动手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最表面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跟叙利亚的国家政治 就是搅合在一起了 虽然谁多少ISIS不好 但是叙利亚这个总统要不要下 是美俄在较劲的 他是传统是苏联就是俄罗斯的盟友 这是个冷战留下来的这么一个 美国从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 就被沙特当枪使你知道吗 就帮他去打他不喜欢的人 打了好些年 到那个2001年 那个911终于是醒了 我们一直被人在当枪使 所以美国后来就是很多事情 他都非常谨慎 不愿意派那个地面部队 因为他国内的这个反对声音会特别的大 其实有一个人在好早之前 已经提出了终极一战的办法了 就是那个尼克松很早就讲过 他说未来这个中东的终极之战是什么呢 应该发动温和穆斯林打极端穆斯林 我们都不参加让这个温和派打极端 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 所以美国现在他一直在喊嘛 应该是那帮你们沙特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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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派部队去啊 为什么是我们派 他们就喜欢这个自己国人打自己国人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待 巴黎这事 你看咱们谈的第二集了 我都问嘉辉啊 问义军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消息啊 第一下打到你的时候 你当时在干什么 你的第一个联想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现在到你回答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跟911一样 911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自己也谴责自己 我就是很冷血的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国有利 就从国际政治上来讲 911的时候我就是这样 老师 但客观效果上来看也 不是我可以做证啊 911这个事情啊 给中国十年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在海南岛 什么飞机啊冲撞 基本上是中美冲突 很难避免的情况下 结果呢 这个我自己这么想的时候 我在谴责自己 我就是说我这种是 好像政客一样 这个很违反我一贯的信仰 人道主义的原则 但是客观上 这个我们都知道 如果的话嘛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 应该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这种想法是 无耻的 但是是事实 但是这一次无耻的想法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 这次又出现 那我为什么刚才讲美国应该地面入手呢 我在我看来 北约跟美国迟早最后 要对这个RIS进行全面的进攻的 地面战争 没有办法的 因为欧洲这个事情只是 靠普京大哥不行吗 普京会和他们合作 普京会合作 普京合作很合算 这个普京 那这个话要这样来讲 这个事情呢 近期来说呢 美国俄罗斯都得意的 俄罗斯的得意是 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 要我协助的话 要我包括这个 这个叙利亚 这个什么 各方面要我配合你北约 什么做的话 乌克兰的危机就化掉了 你知道吧 普京已经在这个地方就解说 美国呢 你没看上很多网上的分析啊 有的人甚至说 RIS就是美国策划的 是以色列人在背后支持的 各种各样怪说 但是表面来看哈 欧洲若美元就强啊 这些都看得很清楚的 整个资金都向美国流啊 但是这些都是短期的 长期的呢 如果这个事情继续发展下去 重返太平洋就泄菜了 哎 你瞧瞧 徐老师的预言 如果全部都实现了 那也是个奇迹 是吧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就成功了 对 所以我可以 我也可以 就跟徐老师就是交代 就是我也产生了 无耻的这个想法 就是我刚听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 哎 我觉得虽然今天的 这个网络呀 让万里之外的事情 如在眼前 可是我觉得感情 还是跟距离有关系 而且后来 我给自己找到了个理由 我觉得我还 在某种程度上 我还有个均衡感 就是啊 因为我不太关心国际政治 所以呢 这次不是有人说了 这个社交媒体上最多的 就是说哎 非洲死了那么多人 没有查理周刊的人 引人注意 非 伊拉克 孔习就甚至就在那天 在黎巴嫩 在贝鲁特 在四十个人 四十个人 前几天 自杀是炸弹 还有出来一个父亲 我们完全不知道 还出来一个父亲 见义勇为啊 就是第一个骑着摩托车的 冲入人群 光炸死几十个 第二个是身上带着炸弹 进来还没冲进人群 但是一个父亲带着孩子 这个时候 这父亲上去就把他摁住 爆炸了 这父亲也牺牲了 救了上百人的命啊 那么这个事情 没什么报道 没有什么 就没有 当然我就说 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均衡 没有办法 但是呢 对我来说 拉开的距离远了呀 以至于巴黎出这个事情 也被我融入了这个背景之中 我说现在世界上 就是整天嘛 整天嘛 几十个人炸死了 哪里又炸死几百个 但是后来我想到 哦 原来巴黎是有点不一样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这个图片 你瞧 伦敦 这个法国国旗的颜色 伦敦也玩这个 今夜我们都是法国 是吧 来再看下边 悉尼 歌剧院 三色 再看下边 上海也不落后 上海当年被称为东方巴黎啊 对吧 所以东方明珠电视台也三色 但是这个事儿 也被某些中国网友 的这个痛骂 就是说 哎 中国灾难的时候 什么 利水是不是最近也遭灾啊 就是说 哎 你怎么不弄这个什么什么灭灯什么的 法国你怎么这么这么上赶着呢 你再看下边 哦 这又搞这个 这个范范 这个范为奇 说是上次阅兵的时候 这次他人家妈妈还是如常晒自己的孩子 他大概天天晒 他大概天天晒 对 他应该跟他们打个招呼 就是老娘要晒娃 你们都被搞恐怖活动 对对对 这又没有游戏机通知他 对对 又骂人家 暂停一天 骂人家 对 这个范范范 真是 然后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韩国的那个女星 她把那个 她是 Play for Paris Play for Paris 标记现在很很流行 很流行 这就是韩国这个女星 现在中间是铁塔 对 把这个Pray弄成Play了 这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 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情 你去过巴黎的应该 我去过巴黎啊 你要是带这个爆炸完了以后 你再去一次 你去看看 如果是那个你曾经去过的餐馆 或者你曾经去过的剧院被炸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 我在朋友圈里就有个朋友 他就发 就是他以前 他在那边有工作过嘛 他去过的那个餐馆 然后旁就旁边那些小街 然后看到被炸 那个那个感情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 就是我那天是 呃 先是收到一个巴勒斯坦朋友 发的一个声明 他们就说 哎 我 是我们是谴责巴黎的 这个 这样一个袭击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作为巴勒斯坦人 天天生活在这个以色列人的 这个 这个恐怖 这个这个恐怖之下 怎么怎么样 我们对所有 对图尼斯 对这个黎巴嫩的人 都要去谴责 而且他说 这种恐怖是不分国界 不分宗教 恐怖只有一种 这 你看那个阿萨德 那个那个叙利亚那个头 多会聊啊 就是说哎 法国虽然你 奥朗德 你都支持反对我的势力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 我向你表示哀悼 但是我们叙利亚人民 五年来遭受的 都是这样的命运 他做的你也还好意思说 哎 是能这么归因吗 你一 那一开始这个 他们就他们国家怎么会乱的呢 怎么会乱的 就一开始是因为阿拉伯之村 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的局势嘛 他的多少年来对 就是人民的这种这个 就是这个压制 就而且叙利亚人啊 我就碰到过一个出来的 他说我们都没想到 说阿拉伯之村这么搞下去 说对我们叙利亚 我一直以为是没关系的 我们是很稳定的 结果是忽然有一天 是警察抓了十几个小孩 他们在墙上喷那些 那个口号嘛 把他们抓了 抓了以后一下子 那个就是家长去要人啊 然后越来越多人去示威 就忽然一把火就点起来了 他也是多少 就是多少年 这个巴萨尔是 在他爸死了以后 就他爸是铁腕统治嘛 他就他爸那时候 什么是那个 什么那个哈马那个地方 呃那个 那个勿讯会人起义 把整个城市当平了 几万人全部砍掉 就这样子搞 所以他就想搞政治改革 搞了99天 就不搞了 就发现就不行 这个车就杀不住 一下子又恢复他那种铁腕统治 所以 根本性的一个矛盾是 到底是反恐是最大的政治的 还是传统的国家利益 地域政治是最大的政治 这个是面前要的选择 这个咱们下一part解决他 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在网上看了一堆 这个内地的网友的 当然很多还是 还是点蜡烛的 表示挨盗的 但是很多是对法国不表同情的 不做不会死的 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 几个说法 一个是说 你去炸 你跟在美国后面去炸 第二个说 你当初搞那个卡扎飞啊 搞那个利比亚 对 就付出代价 卡扎飞当年就说过了 我是你们中间的防火墙 你把我拆掉 你们就直接面对恐怖分子 第三种的说法就是说 哎呀 你昆明的时候 你CNN怎么报道的 新疆处置为主 恐怖分子的时候 法国还表示关注 把你看作是一个民族迫害 把很很中国的网友 就把法国政府当年的那个 那个意思 你不同的政治标准 还有的网友就更加发挥想象 说你八国联军 当初在圆明园 怎么样 我心想他没讲拿破仑的问题 要不然的话呢 法国更完蛋 所有他们讲 网友讲的这些话 单独的看 都有道理的 其实也都有道理 这是我刚才讲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对 那为什么不对呢 就是因为 还是一个最大的道理 对不对 这样一种滥杀平民 对不对 以杀平民为基本国策的 这么一种东西是错的 现在的问题是 这种错只是我们老百姓接受 我刚才讲 我们的政府 不是我们的政府 就是世界各国政府 并没有真正把这个东西 放在国家政治利益博弈之上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世界 的确是特别不均衡 就是你网友怎么说 都能理解 就是但是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巴黎就特别呢 当我们说起巴黎的时候 你觉不觉得 我们好像感觉 他不是法国的 他是世界的 每一个人说起巴黎 你想纽约伦敦 他说起巴黎 他觉得是属于世界的 这么一个城市 刚才差点很政治不正确的 觉得上海也是属于世界 上海能让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通过这一次的事情 我觉得思想界 全球思想界 来了一次大震荡 我也是看了很多这个文章 你看 比如说就出了这个孔习 有人访问亨廷顿 亨廷顿就是写文明的冲突吗 亨廷顿 结果这个时候记者就是说 你可得了理了 这是不是文明的冲突啊 结果你看亨廷顿的反应非常谨慎 亡顾左右而言 他他不爱提这个是文明之战 他不爱提这个 然后呢 另外有些人发表文章的这个观点 就意味着就是什么 就是说啊 你这个ISIS 他实际上是一种中世纪和现代文明之战 他不是一个平等的两个文明或者两个宗教之战 他是千年穿越 这是千年穿越 但我的观感还是我 就是我之前说的是一个受挫败的文明和一个占主流文明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记得我们之前就有讲过一次 我说人家说就解决这个中东问题办法是欧盟应该向北非扩张了 把那一边的就是青年劳动力给拉过来本新市场的呢 这次就叫做了 当然很多人就说了 那你这个欧洲是有文化边界的 有文明边界 它是基督教文明 不能变成完全是伊斯兰的 而这一次就让我看到一个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不能融合 但不是因为两种文明 而是一个受挫败的这种感觉的这种文明和你主流的 那我们中国文明也受挫败 印度文明也受挫败 你说的对了 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印度也好 就这个土耳其啊 这个奥斯曼帝国也没了吗 那个中国你也一部那个半知名什么那个半封建 但你国家还在 你有个东西还寄托着你呢 他就是连这个国家都没了 还有一个就是 也就是说啊 所以崛起的文明和 是现代性 是全球贫质差距的问题 还有人这么讲 美军出动 美军出动 地面进攻 搞什么搞 但愿他们听到 他们早就知道你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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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